上菜 我看今天把气氛也不对 咱们散了 散不点 我觉得哥就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今天就 把它都说出来 咱们不需要任务地藏着btend 好 好 那我先说 是 我什么都不如你们 没你们有本事 但是夏小飞 有一点我就是比你强 我知道我心里爱的人是谁 我不会为了一个女人 天天跟哥们较劲 我怎么跟她们较劲 为了谁跟她们较劲了 好 我承认 我确实挺喜欢艾米的 但是我那种喜欢 跟你们想的不一样 好吗 我离过婚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记得 有些事我想放下 但我放得下吗 我放不下 我跟艾米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对吧 就算她同意 我也不可能同意 就爱来去的事 我不想再玩一趟了 我玩不起行吗 郭老二 我就问你一句 这两个姑娘 你到底喜欢谁 你什么意思 你说给兄弟们听行不行 郭老二 你到底说句话呀你 你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今天离职了其实不是一个什么小舌子 但是我觉得就是为了 在我心里 在我心里 他没有你们重要 我觉得在我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兄弟们 但是今天让我最伤心的不是姜大开 你看 是你们的姑娘 咱们哥儿四个在一起十多年了 有什么话不能说出来吗 为什么呀 你有什么心里话说出来行吗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你真不知道 你平时不是最清楚的吗 我们四个人里面你最明白 什么都是你最清楚 我们做什么你都教我们 这会儿不知道了 别逼我了行吗 好 我不逼你行吗 我不逼你 我错了 好吗 我多余问 好吗 这酒我喝不下去了 你们慢慢喝 没劲 走了 郭冲 我跟你说 最不应该不知道的人就是你 我只知道 你跟曲多会幸福的 相信我 好啊 好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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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 我 真的是 今天 其实 distract 也是我对自己最失望的一点 当他们三个的问题扔到我的脸上 我岂是真的想像他们一样 说出心上 但是 我却真的说不出来 也许小飞说得对 我就是那个最无知 最懦弱 最失败的人吗 我从未想过 我们四人 在这个年纪 还会这样互相面对 话是真的难听 但是说出来 此刻我却舒服多了 其实 有什么呢 我就是最差的那一个 一直都是 今天我承认了这件事 但我却觉得 我不想永远都是这样 今晚我说的话 其实不是说给他们听的 而是说给我自己 那么久以来的迷茫和纠结 被我骂清醒了 我能放下吗 开始我觉得我能 但随着时间流逝 我发现我似乎不能 可放不下 又能怎么样呢 我还能怎么样 在我离开这里的第一点 我们哥四哥爆发了 毕业之后前所未有的征兆 在一些平日里细心维护的表刻下 瞬间全部破碎 然而我却有一种 前所未有的解脱感 这是一种真实 一种坦白 一种勇敢 我突然觉得 前所未有的轻松 经过今夜 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吧 再见 志东科技 再见 活得过去 您拨叫的号码 在十五月收听 请稍后解锁 稍微 请开门 天哪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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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喝了多少酒啊 我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 你怎么不接呢 天哪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手机没电 冲雨啊 医生怎么跟你说的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说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你看看 你给自己照顾成什么样了 还有啊 你今天辞职了 你这个事情 为什么没有跟我说呢 好爽啊 你能不能不要 像个小孩一样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是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卑躬屈膝 忍辱负重啊 可是我们有的时候 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你一直告诉我 以大局为重 大局什么时候以我为重啊 我什么时候在局里吗 我不在局里 还有许多 你刚才跟我说这些话 你以什么样的立场跟我说的 智动科技的总裁吗 我知道你有气 你歇着吧 要是什么时候 你对我 我对我对我 你对我对我对你 你对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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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 我觉得辞职就辞职 但是你应该信任我 你最近吧 跟我商量一下吧 你是我吗 当然啦 我们哥四个今天都喝多了 哥几个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 你知道我问了郭老二一件事 他怎么不告诉我 什么事 你们俩昨天凌晨两点多 通电话再聊什么呀 这个事情我不打算跟你讲的 我也跟郭重说了 不要跟你说 好吧 我实话实说 我打电话给他 就是想问一些 你跟你之前女朋友的一些事 我之前所有的事情 我不都告诉过你了吗 你不相信我吗 我信任你 可是我更在乎你 因为在乎你 我想知道 你的过去 你的一切 想知道你跟你之前的女朋友 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发生了什么 这几年 你是怎么一个人 把孩子带大的 我想知道 我才能更好地去融入 你们的生活 我不想让你和金刚 再孤单了 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 我的世界里边只会有你 我希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要告诉我 你都要告诉我 我永远 无条件地站在你的身边 因为我爱你 我也爱你 读读 我也爱你 读读 你都要告诉我 不是 你到底要干什么 郭老二 你可以说 对吧 你可以有想法 这两个姑娘你喜欢哪个 还是说这俩都你都喜欢 可是鲸鱼早在五千三百万年前 就在海里生活了 这大海无影 你怎么知道五十二货子 只有你呢 我只知道 我知道 好好享受不用早起 自由散漫的第一天吧 等我回来 老大 研发组人是变动 但是这个群我们永远不解散 七龙珠永远在这儿 等待为您召唤神龙 我们知道 您这几天心情肯定不好 不必着急回复 我们等您 请我们吃饭 anybody 我们呀 咱们 这家 Believe 来 来了 那个 昨晚不好意思啊 我喝多了 说话有点 没事 我觉得你说得挺对的 昨天晚上我失眠了 想得挺多的 我觉得我 确实应该继续改变 看不出来啊 那个觉悟比郭老二 肯定是高一点 今天早上我一直在算账啊 我算了一笔啊 一块蛋糕 咱们的利润还不到十块钱 我能拿到手呢 还不到两块 如果想要买房子的话 我至少得做五十多万块蛋糕 我才能买得起 所以我还得努力努力啊 我要多做蛋糕 多卖蛋糕 多赚钱 听您说这一息话 我个儿疼 这我收回刚才夸你的这一句啊 不是大哥你酒是没醒吗 你见过哪个大哥是 做蛋糕给发假的呀 怎么没有 四季酒店的克里斯 人家可有钱了 我去呀 这时间上有几个克里斯啊 你好啊 我给你分析一下 现在实际的局势是这样的 如果你想在上海买房子 你光一个人坑石坑石 在后厨做蛋糕 肯定是不行的 那怎么才行呢 增加产量 提高品牌的知名度 对不对 那么一脸懵蹬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就拿奢侈品价说吧 一味提高奢侈品单价 肯定是不现实的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增加产量 多开分店 提高品牌知名度 这样才能赚大钱 这叫什么 这叫渠道的力量 你能理解吗 你说得好像挺有道理 这 毅然有道理啊 可上哪儿找渠道去 高档餐厅啊 公司社团啊 还有一些咖啡厅之类的 我有一个好的建议 而且我保证 只要你出马 绝对可以 并没问题 哪儿啊 中文系的姚老师 因为身体原因 提前内退 中文系空出了一个名额 我就把他要来了 因为我还记得 我们有一位教员 上次错过了一次 最好的机会 主任 我确实没把握出机会 上次是 我确实没把握出机会 但是 这一次是三个系竞争 评选一个副教授之称 公开课的准备时间 只有一周 你有信心吗 你呢 别绕来绕去 你给我一个简单直接的答案 没问题 欢迎光 你好 你好 你怎么来了 我来吃蛋糕啊 这蛋糕卖完了 四大天王还有吗 卖完了 那 那就给我来一块 文艺委员吧 有有有 马上 我坐那儿 谢谢 你今天过来 市场通知我开厅时间的吗 你今天过来 那天老征来 给我买了一块 觉得味道还不错 今天正好路过 又是饭点 亲自来尝尝 几个月没露面了 几个月没露面了 说来就来 你是有什么事吗 我是顾客 来消费 需要通知吗 我不是让你通知我 不是这意思 你别误会我 我只是问你 几个月没见你突然过来 是不是有事跟我说 我在问你什么事 原来 释抱呀 你是要支付宝还是微信 都可以 我看 您是我们店长的朋友吧 这蛋糕也没吃几口 是味道不满意吗 你们蛋糕 做得挺漂亮的 这就还没窜 味道也很新鲜 美容不足就是 余味不够 也没有什么惊艳之处 没关系 加油 这姐 你谁啊 我头一回看一个人 微信您前 那有这么着 这姐姐来得可不小 给你解释啊 她吓着你算了吧 我前妻 拿什么 还那么惊讶干什么 你不知道我离婚呢 我前妻干的事 她怎么能看着你呢 我们也诧异呢 你 你俩是不是把正事给忘了 不是在干活呢吗 快来过来 等我过来 你好 端云先生 我们很了解您的能力 以及您之前 在制动科技取得的成绩 但现在有两点 我们遇到一些问题 第一呢 您之前所有的设计版权 都还在原公司 第二呢 确实我们公司 尖端开发岗位 都有固定的人选 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位 更具运营能力的 CTO 所以 不好意思 同意先生 这一点 您可能不太契合 谢谢 请 慢走 慢走 真没想到 咱们从分部调管的新领导 才二十七岁 这比我大一岁 听说啊 还是一路大学的高三生呢 在硅谷还工作过两年 这老练也太不公平了 你看看人家 又年轻工作人又强 难怪老板好不犹豫的 就把老班长给紧走了 这一路大学 过去每当工作疲惫的时候 都盼望着能够早点退休 但是当我真正失业的时候 却觉得 这是最难受的煎熬 而我更没有想过 在三十五六岁这个年纪 还需要去求职应聘 而且远比预想中更艰难 我突然想 中年危机 到底是什么 或许不仅是 对自己现状的一种焦虑 而是生怕被这个世界错过 因为这个年纪一旦错过 也许一生 都无法再跟上这个世界 还记得路眼的时候 我对所有人说过 时代抛弃你时 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跟你说 是的 这一句话 此刻没人对我说 此刻没人对我说 可以扩大影响力 增加销售额 可以实现双赢 我甚至想到 如果效果好的话 后期可以在菲尔餐厅的户外靠接触 设立一个甜品柜台 就类似于上海非常有名的 凯冰司机知识蛋糕店 你觉得怎么样 这 是蛋糕 或者我的建议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 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 好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李杰森 我们在通电话的时候 你跟我聊起这件事情 我是有点不放心的 我会觉得不太靠谱 但是今天 我吃到了你亲手给我做的蛋糕 还有你说的这些想法 我觉得可以 靠谱 谢谢Yuki姐 你先别谢啊 我们之间是合作不是帮忙 如果客人反响不好的话 我们立马终止合作 放一百个心绝对没问题 好吧 那你就跟小悠对接 她现在可是我们餐厅的主管了 你们两个把合同弄好 我来签字 好吗 好嘞 那我去找小悠了 你慢慢品尝 怎么不在餐厅聊啊 还单独约到这儿来 多浪费钱啊 餐厅人多 我觉得这种事情的对接工作 还是咱们出来说比较好 好 那你看一下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明天我就要安排第一批发货了 种类的话还是以我们的主打系列 四大天王系列和上课下课系列为主 不过你们如果在种类上 或者数量上什么要求的话 尽管提出来 你做得真挺好的 没想到才半年时间你都当主管了 我真是没看错 可是我看错了你 我和阿爷已经分手了 为什么呀 我们两个性格也不太合适 他不是很上进 觉得是本地人 有房有车就别无所求了 但是我现在想要的不仅仅是稳定而已 所以就分开了 而且吧 我觉得你以前也有了德国且过的 你别生气啊 嗨 生什么气啊 你说得没错啊 我一直是个地狱旺族 不过你当初辞职 我还真的挺惊讶的 但是没想到你发展得这么好 所以我才说我看错了你 运气好有几个好兄弟 别谦虚了 杰森哥 其实我还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什么事啊 错过来一点 我也有件事要跟你说 我有女朋友了 什 什么 谁要跟你聊这个呀 我呀 是发自内心地认为 你的甜品做得这么好 你有没有想过赚更多的钱 赚钱谁不想 怎么赚啊 拿抽成 你的蛋糕给我们店平均报价是十五块钱左右 这在市场上看横向对比略显低了一点 一般的餐厅都在十八元左右 如果你把报价抬高一点 订到二十 我肯定 肯定会以四十元以上的价格出售 这样的话呢 你们的净利润会多出五块钱 而这五块钱极少成多 可是不少的一笔钱 更别说以后餐厅会增加订单的数量 可是我跟Yuki姐的商量好嘛 就是以十五元左右的进价 这个好说呀 就说你们店里商议改变了呀 Yuki姐那头我会去说服她的 但是这五块钱的事情 就是咱俩之间的事 不行 这不是在坑Yuki姐 这怎么能叫坑她呢 最终买单的还是客人呀 而且不管你定价多少 其实肯定还是会以四十元以上的价格出售 餐厅怎么样都是赚钱的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就是觉得吧 这个 你放心吧 杰森哥 金手的只有咱俩 咱俩不说没有人知道 这样吧 如果你还是不放心的话 我保证出了事算在我头上 这不是谁承担责任的问题 我就是觉得这样做不好 这没什么不好的杰森哥 之前网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每天叫醒我的是梦想 但是我没有那么伟大 每天叫醒我的只有钱 我一个女孩当初机缘巧合来到上海 我现在想靠自己在上海扎根 可是没有钱没有物质保障 我怎么扎 在上海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标着价码 杰森哥 你别怪我说得太现实了 当初是你让我留在上海的 现在我只是想更好地留下来 我懂 我懂 其实你说得也没错 你让我再想想吧 好 好 嗨 你吓回跳啊 老郑 向医生 不好意思 没和你打招呼就来了 没事 我 我今天是为邮警员的 您说 您说 他今天到店里找不过您 想跟您说件事 是老爷子的事 老爷怎么了 没事 没事 老爷子挺好的 他是 他是想请您帮个忙 明儿吧 老爷子过七十大寿 你吓死我了 下回您这种话 能不能一气说完啊 这会儿打什么逗号呢 吓我一跳啊 不过 这实际情况您也知道 我跟刘总 离婚了 这忙可能 可能帮不了吧 可 老爷子不知道这事啊 老爷子身体您也清楚啊 他其实也记不得 不不不 向先生 老爷子他记得您 他每天都 都提起您了 对不起啊 这忙我可能真的帮不了 向先生 刘总 您知道 您如果不去的话 刘总在全家 和全公司面前 他 他可是最要面子的 他 他要面子 我还要面子呢 可真逗了去了 你没搞清楚啊 是他求我帮忙 是别人过来跟我说 亲自来跟我说呀 让您传什么话呢 可真的 向先生 刘总 你还不了解吗 老郑 那个 对不住您啊 这 我帮不了 您请便吧 向先生 向 对不起 您请便 不是 向 对不起啊 是你啊 郭老师啊 你这看书的时候 也太专注了吧 我都进来半天了 都没看见我 不好意思啊 我在处理一些事儿呢 我猜 是工作的事情吧 因为从我进来到现在啊 你一共犯了十五次教案 捋了十几次头发 捏了四次鼻梁 扶了八次额头 所以我想那呢 到底是什么事儿 拦住了我们的王牌 郭老师啊 什么王牌呀 学到用十方分手 今天通知我要准备一次公开课 我到现在连题目都没有想好的 所以你是准备讲变法 但是内容 具体形式 都毫无头绪了 我觉得变法特别好 因为现在啊 人人都在说着要改变 可是你想 无论是改变自己 还是改变一个行业 乃至一个国家 这个话题都非常适用 学生也一定会喜欢 可是无论是商鞅 王安市还是张俱正 大家都太熟悉了 越是熟悉 越会觉得没有意思啊 可我觉得很有趣啊 我想 你可以试着找一个 比较新颖的角度来讲 我这么问你吧 这三位有什么共同点 都是变法者 都经历了困难 内外交困 最后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而且 他们也都很孤独 你想啊 商鞅变法 连到众叛清零 王安石 变到党派清雅 张俱正 变到连自己的干儿子万利 都恨他了 所以他们得多孤独 但是 正是因为这份孤独 不为人所理解的这些念头 才使世界发生了改变 变成了今天 而现在 孤独这两个字 其实成为了大家的通病 人人都喊自己孤独 但又因为孤独 在改变着自己 就像这个 你孤独过后的这十几分钟 咱们俩的这次对话 就已经成为了历史 可是时间是不等待任何人的了 就像咱们聊天的过程中 时间就已经流逝过去 吴老师 想什么呢 我在想你这句话说得真好 我可以通过每一次历史的重大变革 来延伸到每个人的改变 然后可以告诉学生们 也许他们一个小小的改变 就跟历史上某位伟大的伟人的变法一样 本质上都是在影响着这个世界 这样的一节课一定会成为经典 真的太好了 那既然我们的选题这么新颖呢 那我也不想用传统的授课方式来讲课了 看到你又倒想起来 我们不是合作过一次辩论赛吗 我可以在这次公开课之后 让学生们自愿分成两组 进行小型的辩论 去探讨从商鞅变法 到改革开放四十年 到底是人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人 其实无论是哪种想法 大家都能从历史中 去重新认识自己 认识人生 顾老师啊 我说得对吧 你就是我们的王派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天哪 今天你自己做饭啊 这辛苦的一天了 给你做点饭犒劳你一下 你如今可是咱们家的顶梁库 我得送好你 我的宝宝今天这么乖呀 都干了什么 我在家休闲了一整天 你呢 我 就还老样子呗 就omma 在家休闲啊 有更多 har Removal 超reichen的 你已经脱离苦海了 不要太多了 我有你好不容易 Manchester的 prise上 wyst 冷蔷 consuming 火的 好 倩倩 你怎么在这儿啊 等你啊 你今天晚上上哪儿去了 我去了一趟非有餐厅 聊聊工作上的事 跟小悠吃饭 是工作什么事 你都看见了 你得听我解释啊 我跟非有餐厅是真的有 甜品生意上的合作 小悠是对接人 所以我们俩就约在咖啡厅 聊了一会儿 那你们都聊什么了 她该不会想跟你 诚恺语好吧 那不行 她这么聪明的女孩 肯定不会吃回头草的 那她一定是要跟你说 暗中吃回扣的事 我去 这个你都知道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你 小悠还真跟我说了这事 她让我提高一点竞价 然后我们俩平分差额 你答应了 我当然没答应了 我跟她说我要好好想一想 之前非有餐厅上上下下 她那么照顾你 你却想暗中吃回扣 这是不仁 这件事你不跟你哥们撕个脚 你自己做决定 他们还是你蛋糕店的股东啊 这是不义 这不仁不义的事 你还要再想想 大猪 别给我扣这么大一个帽子 我可什么都没做 我肯定会跟他们说嘛 这不还没来得及嘛 行了 我现在就给小悠打电话 我拒绝她 等会儿 你不该想想 杰森 其实我真的不是因为 你跟小悠吃饭而生气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 你说你还要再想想 我很失望 我觉得你之前看的书都白看了 我怎么就白看了 人上海的房价那么高 我那点收入 我什么时候买得起房 我也有自己的梦想 我也想买自己的房子 我也想有自己的家好不好 有梦想是一件好事 但有时候也会变成一件坏事 这全看你自己的内心 你说得倒容易 我又不是富二代 没有一个厉害的爹 没有一个好使的脑子 更没有好运气 你让我怎么办 你以为 我愿意这样窝窝囊囊过一辈子吗 再说了 我不过就是动了一个 小小的念头疤 念头也不行 这是原则问题 这会直接决定 你将来会成为谁 杰森 我知道你想赚钱 我特别理解你 但是我希望你堂堂正正取之有道 你就认真做你的蛋糕啊 你千万别去沾着那些 偷鸡取巧的办法 我知道我说的这些话很直接 我也希望你好好想想 但我是在帮你还是在害你 我先回家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都无致 必须重提 我一个人 和赫茨的精语 肯定不只爱丽丝一吃 他不孤单 忙活了一晚上 就为了这个东西 这个能好吃吗 今天老爷子大寿 这都几点 一点都不着急 我想带你和大佬家 见小父母 以后再说 你找什么借口呢